哈喽兄弟们大家好 我还是那个跑过江湖卖过艺 吞过铁球练过气 火热到上压过腿 厕所后边 喝过水的小龙啊 今天呢 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位草根 通过拍短视频逆袭的经典人物啊 就是这位大哥 手里拿着一个水壶 头上戴着一个安全帽 穿着一个破旧的一个衬衫 眼神中戴着一丝忧郁 忧郁中还能看出一点可爱 他就是魁梧中戴着点羞涩的小乔家 胖大哥 首先呢说一下 胖大哥呢是江苏联邑港人 今年36岁 家里有一个女儿 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他呢在今年二月份之前啊 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普普通通的农民 他外出打工 在工厅上干活 他媳妇在家照顾孩子 孩子上学 但是今年二月份的一个改变啊 让胖大哥一家人的工作 生活 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胖大哥的西瓜视频的数据啊 就是这个看一下啊 他现在呢目前拥有44万的粉丝 发了200多个视频 认证呢是优质美食领域创作者 个人简介里写的也是非常的纯朴啊 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只是他西瓜视频和今日图条的一个粉丝基数啊 他在抖音的粉丝量更高啊 据我所知已经100多万了啊 就在今年的2月21号啊 胖大哥发布了他的第一条视频啊 然后在陆陆续续的每天更新一个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在抖音和今日头上的戏品 100多万啊 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成功啊 那么我们说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呢 大家都知道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加容易成功啊 胖大哥呢 有一个唐美叫乡村小桥三农领域的大咖 大概现在有500多万的粉丝 非常的厉害 在三农领域也是数一数二的交交者 然后呢 胖大哥很多次的都出现在了小桥的视频里面 然后还有就是 小桥也很多次的出现在了胖大哥的视频里面 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 还有人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胖大哥的好多粉丝都是小桥的老粉 对啊 这句话很正确啊 确实也是这样的 但是哈 我们说这个小桥的帮助是归小桥的帮助 任何一个人不努力 他是不可能做成像胖大哥这个样子的 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干什么什么不行 没有坚持啊 没有心思啊 不怀感恩啊 或者什么的 就是小桥无论再怎么帮他 他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朵啊 好的我们言归正传啊 今天的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小桥家胖大哥 在这个今日头条这个自媒体短视频的上面 他能一年能赚走多少钱哈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种数据啊 这是小桥家胖大哥在西瓜视频上 七条视频的数据啊 大家可以看啊 都是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然后四十万 一百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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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厉害啊 从这七条视频我们就能看出来啊 这个小桥家胖大哥的播放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我呢抽了小桥家胖大哥二十条视频 十条为一组数据 然后呢我算出来啊 小桥家胖大哥的单条视频日均播放量大概是在九十万 然后再加上他别的视频的一个累加播放 就是粉丝啊 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啊 看完了他当天的视频以外 又看到他别的视频 这个累加 大概会达到一百一十万 就是小桥家胖大哥日均播放量会达到一百一十万 我们知道啊 胖大哥是原创啊 而且还是独家视频 然后他的万次播放量大概能达到五十元到六十元 我们给他按照最低的五十元来算的话 他一百一十万的播放量五十元 就是五千五百块钱啊 而且胖大哥他他非常的勤快啊 他不仅保持日更啊 他有的时候他一天能更新出来两条视频啊 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啊 我们呢就按照他日更来算 一个月更新出来三十条视频 他每条视频大概五千五百元 三十乘以五千五 就是十六万多呀 他一个月就是从这个 今日头条西瓜视频 这个短视频的手机APP上 能拿走十六万多 就是这个视频收益的一个输出 就是从这我们能推算出什么呢 胖大哥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在 一年的短视频的收入啊 大概是在两百万左右啊 就是从今日头条这个短视频内容的一个 输出的一个收益啊 大概达到两百万左右 据我所知啊 胖大哥的一个主要的 现在一个主要的一个大收入啊 就是在抖音那边带货啊 那边我们就不算 因为我们也算不出来 最后呢 我想说啊 这个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啊 而且好多人在喷这个胖大哥 说是如果说没有小乔呀 或者怎么 是的 如果说没有小乔呢 他的崛起 他的短视频之路 不会这么的顺畅 不会这么的成爆发式的增长啊 但是呢 如果说他自己不努力的情况下啊 也不会做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啊 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 都是以内容为王啊 只要你拍的好 你也能像胖大哥一样 在这个巨大的蛋糕里分出来一杯羹 最后呢 祝我们这个小乔家胖大哥啊 越来做越好啊 越来越好 无论是生活呀 还是工作上啊 越来越好啊 为这个江苏的老爷们点赞啊 好 大家好 我是小龙啊 下一期视频 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啊 或者说是网络大咖的 他一个收入啊 请把它打在这个评论区啊 我们一起交流 我去搜集资料 我说给你们听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小龙 拜拜